不管天空還飄著雨 國民黨副主席 連勝文的太太蔡依山 頂著樁貨出去 陪著國民黨台北 西議員梗威車隊掃街 這也是蔡依山 這次選舉第一次輔選 唯一獻給她 姐妹牌吧 姐妹 姐妹 姐妹牌就起來 投給梗威 女力當道 我們女生 大家一起加油 梗威不只找蔡依山 來幫忙 一早還有蔣萬安 太太十方圈 陪同市場掃街 拜票充人氣 因為來迎大安 蔡依山區 平民人數八人 遠超過現有的六席 讓議員們人人自圍 非常的擔心 雖然其實我們也陸續 接到了很多選民 很擔心的電話 那就是說 這一次真的太多人要出來 到底該投給誰 新人 這個我就不好說了 不只要加油 還得狂打搶救牌 因為臺北市第六選區 打吻山 議員才十三席名額 就有二十七人參選爆炸 國民黨八席提名 還不包括 報備參選的徵線營 以五黨籍投入選戰 還有打出深藍旗幟的徐正文 都來瓜分選票 因為政黨提名策略的很奇怪 所以造成我們現在選將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緊張 緊繃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大安文山雖然是傳統藍軍的 落實的優勢區 但是每一個人都打出搶救 坦白講就是因為提名策略的 一個問題 造成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都有這樣的一個危險 現在看得出來 所有藍營的候選人 大家都在喊搶救了 那彼此都在爭奪彼此的票員 所以看得出來 他們現在競爭之間緊張的感覺 也是非常的強烈 反觀民主黨提名六席 確保選票不會過度分散 大安文山議員參選二十七席 搶十三席 不僅選戰激烈 國民黨引以為傲的鐵票區 藍軍反而人人自圍 就怕選票瓜分成了落選頭的那一個 三天新聞 葛梓剛成員好 台北上澳島